大家好, 各位恭喜發財, 苦練行大運 這裡有我是新西蘭的義德台仰 和社長Raymond Wong 你好, 我們又見面了 滾滾紅塵就說 中山市政府從來做事很到位 剛剛做了申報調查 外省入境的中山人要上網報告 其實, 你在香港可不可以做到一樣的事情呢? 我想問一下, 有些人說要學內地 你如果在香港要求人用安心出行 已經有報紙頭版說要問的了 那你特區政府可以怎樣做? 我想問一下, 特區政府可以怎樣做? 其實是不行的 收拼業或三針老人家拍照很特別 其實我們一早已經想到要做的了 但是疫情我們遲了 其實我們已經是預算了會拿錢出來做這個了 其實是預算了 但大家聽說, 初步都是195單 我們都說過是會爆得厲害的 所以沒有辦法, 我們一早就預算了 我們一看到市面上不正常的事情 就說了給大家聽 當我們說了給大家聽的時候 有些人當然是要罵我們 就說你們更盲目地支持政府吃屎 就是這樣說的 但是特區政府叫了你們做很多事情 全部人都不聽 叫你們做的 是啊, 你們自己不聽 我可以罵特區政府是怎樣的 當然不行 特區政府應該強制 我舉個例子 現在我們說一說外國的消息 好嗎? 外國的消息就是這樣的 奧地利立法強制接種新冠疫苗 做了這件事, 奧地利走了這一步 你們立法會應該考慮一下, 是吧? 但是不行 香港做不到的 你看看陳偉強也說不行 你要幫老人家驗了新鮮的 這樣就不行了 那怎麼行? 其實沒得做了 事實就是 你自己看一看實際情況 很簡單的 香港強制是不是真的行得通 我也很想提出要強制那些人 如果到最後你們負責做完 那我覺得你們可以提出來 但是你們其實這班人 根本明知道香港是強制做不到的 強制那些人在政府處所用安心出行 結果頭版的新聞就說 安心出行最妖妖民 是這樣的 有些議員就說 要有追蹤功能的安心出行 有實名制 實名制真是多貴魚 其實要看著奧地利是怎樣做的 奧地利他真的厲害 他到了三月中的時候 就會隨時可以看看你有沒有打針 警察 你駕駛車都可以抓你 是的 如果你拿不出一張針卡 罰多少錢 600歐 哇 是600歐 比阿玉 比阿玉比我們還要 有事 阿Sir知道你 適時車牌 針卡 身份證 是600歐 如果 你挑戰法律 我就覺得不行 我要上法庭 上法庭 好 把罰單可以去到三千六歐 三千六 整個月的工資 整個月都能賺到這麼多錢 三千六歐 厲害 厲害 這個是三月中 他們已經計劃了 這樣 這些就是大刀斧斧了 是的 其實 它幾步 這是我們三月中的事 現在第一步是怎麼做的 他們寫了信給所有奧地利人 未來這幾個星期會做的 告訴他們現在會這樣做 接著就給他們一個月時間 搞定針 一個月來打了 一句話 發西斯 你想想香港做不做到 現在這樣做 香港做不到 你跟澳地利也做不到 事實上是 因為內地都是自願打針 香港是不可能的 香港是不可能的 究竟什麼人可以豁免呢 只能夠是大兔婆 還有有些醫生說她不能打針 還有她較早前中過新冠 就不用打 中國就不用打了 中國 教育之前是中國 剛剛好回來 沒多久的人不用打 但是過了一段時間 她也是要打針的 其實是 大兔婆 大兔完了之後 就要出去打了 是的 沒錯 最初 第一階段 不會罰錢的 第一階段不會罰錢的 但是三月中又會罰錢 一個中央數據庫 所有澳地利人都在這個數據庫裡面 沒有打針的自己收罰單 寄了罰單給她自己寄 自動寄 趙機 對 不用檢查 浸卡都要檢查 不用檢查浸卡 她自動系統 厲害嗎 好 這些厲害了 但是她有條件 他有條件的 他民意調查 大多數澳地人是支持這樣做 有民意基礎 他有民意基礎 但是 有一大群人是堅實的反對者 當然是 有幾萬人 之前有幾萬人不斷示威 是嗎 是 因為最初說要強制打針 其實上幾十一月開始醞釀民意 其實他們那群示威者是白癡的 他們那群示威者 做到 根本是神憎鬼厭的 結果其他那些奧利人 不行一定要強制打 強制打他們 我打都叫了 有一個稻草人 被很多市民 對他們 有股怨氣 立法工作變得很順利 就進行得到 是啊 當然 現在奧地利 他們其實76%的人 是打了針的 76% 76% 還有現在他們打針打得很快 當然 之前有個封城 只是沒有打針的人不准出街 你可不可以這樣做 你在香港可不可以這樣做 沒有打針的人可不可以擠他們 在他們的劏房那裡 當然不行 香港其實是做不到的 是做不到的 有很多事情 那些人說出來 口爽爽的 就說 可以的 聽我說 大刀虎虎有意志就行 那 那 哪裏是有意志 就可以這樣做 那 李克勤就說 要幫忙捐飯 可以了 我們會搞 這個 這個 我們每個月都會有的 好 那 朱铭鑫就說 大陸 我有個朋友就是經過爆疫的中山微信的行程碼紀錄 下來 搞到出差三間酒店不接待 而且他還搞了48小時核酸證明是不行 最後再用另外一架手機才避開檢查 如果換成香港 你看一群刁民會不會找洞房訴苦罵爆 政府是一定會的 一定會 一定會 我告訴你是一定會的 還有內地的馬 其實是令到有些人寸步難行的 而且是很嚴重的 其實所以之後 習主席出來說 有些事情是要調整的 譬如之前在高速 有個核酸檢測在高速公路上 是習主席叫停了這些事情的 高速公路 叫人家停車做核酸檢測 真的不是開玩笑 不是玩笑 真的有 我就告訴你 這是真的 其實你說學內地 他根本不知道內地 根本是因地制宜的 還有有些人罵特區政府 說真的 特區政府不是很多事情都跟內地的專家談過 通關的時候就談過 究竟 香港正在做的那套 算不算動態清零 在內地的專家眼中 就是 算是動態清零 以香港的局限性來說 香港社會的局限性來說 已經算是動態清零 其實大家已經有共識了 然後你就要針對林鄭來說 說林鄭不知道什麼是動態清零 坦白說 林鄭是不需要知道什麼是動態清零 她只要得到內地通過 說香港那套是動態清零 就可以了 實際上她可以不理究竟那件事是怎樣的 深水寶倒棍說 高速收費站檢測 對 他們是這樣的 很瘋狂的 是的 汪奴說 之前有個國家很忘記誰 說向不打針的人收醫療稅 不過最後好像縮了沙 有的會 我忘記了誰 他好像都會做 新加坡會做類似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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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虛災的時候 跟奧地利一樣的暴政 我不知道 什麼叫暴政 我不覺得是暴政 保障的人 保障生命安全 這叫暴政嗎 暴政會保障市民的生命安全嗎 哈哈 深水寶倒棍說 行政卡裡面有升 酒店基本菜都傻 是的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這是真的一個很大的問題 其實在內地 什麼都搞不了 這是一個很麻煩的事情 這是一個很麻煩的事情 事實上戴口罩有必要 很多人戴口罩都戴不好 不過效果應該很微 其實 如果你戴兩個 其實是很安全的 因為兩個 其實應該是很有效的 我的看法就是 因為之前 美國也是叫人戴兩個 其實那時候 最初有人戴兩個口罩的時候 那個Delta的傳播速度 都是減緩了一點點的 其實就是 是很厲害的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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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拿大 那 那加拿大有沒有做 那我不知道 可能遲些也會有 可能遲些也會這樣做 那 其實還有 如果看看奧地利這樣做 其他歐洲國家是怎樣的 其實德國也正在考慮 看看會不會 做這些 一樣的事情 因為德國和奧地利隔離而已 其實 現在德國的問題就是這樣 德國 三分二的人 是全打針的 三分一的人 是沒有打針的 那 那 遲些他們都會強制要打的 其實就是 那 那 第一步就是 那些 醫療人員 和 住老人院的人 那 很正常 很正常 那 那 意大利的要求 你看看歐洲 其他地方 意大利的要求其實都 都很厲害 50歲以上的人一定要打針 在希臘就是 規定 60歲以上的人一定要打針 其實是居民而已 不是公民 是居民而已 全部在那裏住都要 在意大利住就要 是 在德國也是 住的就要 不是公民身份來計 在那裏住就要 那 意大利就在那裏住 50歲以上一定要打針 就是這樣 所以你們看到現在的情況是 就是一個趨勢來的 就是強制打新冠疫苗 因為 有些人當然是說 你要說服別人去打 其實 有時候說服不到就要強制 其實就是 因為政府很難的 其實 如果對疫苗有懷疑的人口 是多的話 是說服不到的 你看看香港的情況就知道了 為什麼香港會這麼多人都不去打針呢 其實 就是要多謝香港的媒體 最主要就是要多謝東房 東房是最主要的 有害媒體來的 就是對於疫苗接種的 這件事 Philip Wu就說 我戴兩個口罩開工已經一年多了 其實戴兩個口罩是有用的 鶴鵬就說 香港政府不時都跟中央政府溝通 沒有可能所有溝通內容都公開的 但問題就是 那些政棍 其實他們都知道的 但他們要拿彩 要特區政府有肉無榮 他們要自己有榮無辱 那他們就借個位置來咀政府 其實就是這樣 所以沒有辦法的 這個 好了 ET就說 整個流動核酸檢測車 專注榴槤街上喪屍 這樣就不會 其實內地之前有些操作 其實是令到民怨都很沸騰 所以那些人說 應該跟其他內地的城市比 其實說真的 內地民怨沸騰 他們有些信息都是流不出來的 他在網上流出來 但是他在媒體上是不會報的 事實就是這樣 那你說香港可不可以做得到一樣的事情 你自己想想 我都不想說 朱榮鑫就說 很困難的 我的朋友 跟酒店人員理論說 政策不找他一刀切 但是酒店的負責人就說 你不要跟我說 有種你叫省長出來說 不然就走法律程序 是啊 是這樣的 內地 我告訴你 不是 那些人說得很好搞的 不是的 有刁民的 不是刁民的 這個不是刁民的情況 你要看清楚 朱榮鑫說的不是刁民的情況 這個是 他是沒有辦法才這樣說 因為他結果是用什麼方法 用另外一部手機搞定 他有兩個號碼 就可以看到 其實內地的系統都是有漏洞 其實就是這樣 Susan Lamb說 多個地盤中招 這個已經預算了 我們也說過 是高危的 其實在地盤工作的人 應該一早就打針了 沒有辦法 你說 一跟你說走法律程序 當然叫你下班 那就走 就是這樣 沒有辦法 這些是 我想說 朱榮鑫的朋友 其實 不算是刁民 就是我的看法 嚴格來說不算 因為他是理論 因為政策真的不准一刀切 他們現在就有人用一些東西 就是一刀切 就是國家的政策 是不准一刀切 但是省和市 就用一些一刀切的政策 他是據你力爭 但是據你力爭 你也沒用 你叫省長出來跟我說 那就不收工 Patrick Wong就說 工聯會又去信特首 還有一些所謂建議 只有口號 沒有目標 沒有實際方法 其實坦白說 議政水平是要提高的 究竟有什麼實際建議 可能性是怎樣 其實他們有這麼多資源 其實他們可以做一些初步的 可能性研究 他們有資源 其實是 不是給你十幾萬 你做什麼 就是給你厚話 給你做節目 不是這樣的 其實有些事情是要做政策研究的 那些錢就是給你去做政策研究 有些就是找助理 找一些人真的會做事 在那個範疇裡面 是有專業知識的人 去幫你做一些政策研究去推 那你們那幫政棍做什麼 其實 你看看香港那幫政棍搞什麼 那些政策是沒有研究過可不可行的 有人提出來就寫下去 那怎麼可以 這個議政水平 在今時今日已經不夠了 夏主任也有說 你自己聽清楚夏主任說什麼 對不對 Benny Pan就層層加碼 但是內地是有這件事的 我們都很坦白說 內地那套不是 香港某些人說得那麼好 我才能夠這樣說 有些事情是很不人性化 而且是要習主席出來說 不准再這樣做 你自己看看 如果你有留意內地的抗疫消息 你就會知道習主席其實是很生氣的 有些事情 他是出來說 有些事情不准再做 就是這樣 滾滾紅塵由內地 很多人一直有兩部手機 或者兩個紅馬 方便公事私人分開 是 所以 你是可以 有辦法可以避過一些追蹤 其實就是這樣的 好了 CWTN跟五大訴求差不多 都是做不到 好像是綁枝骨在狗仔上 讓他不停追著 吃不到那些骨 其實這些是 很衰的做法 如果你叫自己做建制派 或者叫自己做愛國愛港力量 你做這樣的事情 嚴格來說是不合格 Caren Chan說 要實際執行 一多次就要好人性化 執行行政的人的能力不到位 就會很多漏毒 香港做到這樣 其實是因為香港行政水平 比較高才有這樣的空間 其實香港行政水平是不錯的 其實香港行政水平是不錯的 有些人在說內地的治理水平是好 我經常都說 一線城市 北上廣深 廣州和上海 都有可能會好過香港少許 某些範疇 某些範疇好過香港少許 深圳也有可能會好過香港少許 北京也有些範疇可能會好過香港少許 但是 整體來說 其實治理的質量 香港是不差的 我也要說 Anderle Mac 好像大破 其實內地有些事情是做得離譜了 有些省市是 而習主席也是要出聲 沒有辦法 中央是要出聲 是制止了一些事情 所以你看看 在香港大雅要學內地的人 其實根本連內地怎麼抗疫都沒有留意 我才能夠這樣說 ET就說 消費券沒有打針 最後一期一千元 沒得領 其實應該要打齊針才可以領消費券 我的看法就是 我建議就是這樣 你也可以封了一些流動 我的看法就是 深水埗賭棍就是 上海的政務水平是很高 事實上是 事實上是 就是 上海是做得好的 很多事情 但是你說是否比香港好很多呢 其實整體來說 又不能夠說是 我只能夠這樣說 Honday Wiley就說 即使好不過 遲早都會好過 又不是 因為 香港的政府 其實是 可以慢慢改進的 是可以改進到的 你別以為特區政府是改進不了 特區政府是需要一個 知道 裏面怎樣運作的人 去改進整套 即是這麼說 你說 隨便找過那些 洗腳的特首 搞不搞得行 其實是沒有的 我就告訴你 如果他做的話 就是糟糕了 沒有的 就是糟糕了政府 是糟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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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好了 Edward Leung說 今天五十九單元頭不明 這個我們明天再說 其實 每天看到這些數字 我都很不開心 其實 最初我們說 一超過三十宗 其實已經是 差不多是失控的了 現在去到五十九宗 要繼續上 我很肯定跟你說 為什麼會源頭未明呢 就是 人們不用安心出行 是的 如果用了安心出行的話 其實就沒有那麼多單元頭未明 其實就是 這個從來都是一個問題 就是 人們不配合 有人說 那有追蹤功能 就是這樣說 香港那套東西 就是 那套法律 就不允許有追蹤功能 不允許的 你叫他一些法律 是允許的 他要求特區政府 做一些法律 不允許他這樣做的事情 其實澳門也是一樣 我都說過 澳門也是一樣 澳門的健康碼 都是沒有追蹤功能的 為什麼會這樣 就是因為法律不允許 因為他的私隱條例是不允許的 其實香港是一樣的 那些人說要有追蹤功能的人 究竟說什麼 我不知道 好了 實名制 澳門那裡就有實名制 這個也要說 澳門有實名制 你要鎖入才能用到那個系統 好了 香港就沒有實名制 但是 有沒有實名制 其實並不是重點 它用不用 那個人不用 你鎖入才沒有意思 是啊 沒錯 所以根本實名制 幫不幫到手 老實實 真的不是很幫到 只能夠這樣說 沒有意思 其實就是 大家聽說 累積220宗 元頭不明 其實你要扣回Delta 那些 我也跟大家說 Delta 其實元頭已經明白了 Delta元頭就是倉鼠 不過現在的人不敢說 事實上是 很明顯的 之前是有倉鼠 還是有Delta 你無端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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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端� 拜拜